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人在这里说他曾经落入一种情况 就说神啊我受了极大的困苦 人都是收房的都是坏人都没有用的 曾经有这种观念 但是呢就因为他想到神的爱 所以他接着就说不对不对 我不要说看人都是不好的 说他们没有用不是说谎话的 我不理他们我不爱这些人 他想到不行不行 我还是要以报答神的恩来爱这些人 所以他接着马上转 本来是抱怨的 哎呦人没有用啦 你帮助他没有用了 爱他没有用了 转过来说 神啊我要拿什么来报答你向我所示的一切 后恩呢不要看负面要看正面 所以呢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决心做几件事 第一十三节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称扬耶和华的名 说我要讲吃神的事情 第二我要在众民面前 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众民面前哦 不是暗暗的哦 使人知道说我今天奉献我的生命 是因为我向神的应许 我要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他 是向神还我的愿 你知道吗 我要按立牧师的时候 我是向神说 神啊我是要向你还愿 因为我在病中控股的时候 我向你说我要让你使用我奉献 然后我还许了一个愿 神啊你要让我能够还我爸爸 我哥哥的愿 因为我爸爸读神学院 因为人太单纯没有口才 所以不能做牧师 我的哥哥很年轻就患癌症死了 所以那一天很奇妙 神就让我许了一个愿 除了我病中的时候奉献以外 那一天我向神许一个愿 神啊我这一生奉献 求你让我还我爸爸 跟我哥哥的一生 还没有机会为你做工的这个事情 上帝听见呢 所以我每次做三个人混的工作呢 我都是相信是神听我那一天的祷告 上帝知道我的心 不是我能够做这么多工作 那是上帝听了我的愿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你在这个感恩节 向神许个愿吧 至少向神说 神啊我这一生的余生剩下的 都要让你用我 神啊我要在我的周围 成为我周围人的祝福 神啊你帮助我能够 有心去讲解你的话 来传扬你的福音 还愿 称扬耶和华的名 众民面前还愿 照了第十六节 第十五节 他忽然转了一个口气 你觉得好奇怪 刚刚不是感恩吗 要还愿吗 忽然间他讲到说 在耶和华眼中 看圣民之死为宝贵 会不会觉得奇怪 因为他知道 人生有一天 我们会死 结束今生的生命 但从神的眼光 看起来 就是死也是宝贵的 死也是宝贵 因为回到神的地方 所以他就得到安慰了 他说 在耶和华眼中 看圣民之死 极为宝贵 回天家了 回天家 感谢神 真是在各种人生的阶段 神在带我们 看到就是死 临到那一天 也是宝贵的 感恩节 不是只有好事来哦 我最近 我的先生吴牧师 矮正末期 只剩几个月的生命 我们有很多交谈跟准备 很多交谈哦 回顾过去的一生 神怎么用他 真是 想不出来的恩典 太多太多了 然后人陆续来他的床边 向他感恩说牧师啊 你真是这么好的牧者 我受到你的影响 信了主 哎呀 你对我们的爱心 每一件回顾起来 都那么宝贝 所以我更能体会这个字 上帝看他 圣明之死 极为宝贵 人生就是这样 每一个阶段 都是宝贵 最后阶段 也是宝贵 也是感恩 神祝福你 为神我们感谢你 实在是你的恩典 主啊我们要怎么报答你 要举起救恩的碑 宣扬你的名 向人传讲你 遇到什么情况 都不退缩 一颗心 就是想 到达 神你的恩典 教我们的生命 就是在最后阶段 也是感恩 祝福我们 祷告 父母子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